三輛機車騎到入口騎士耍帥秀車技 一下壓車又蛇行 緊接著甚至出大招 危險駕駛被警方舉發開罰 有夠危險警方依法開罰 但其中一輛機車車主卻很無奈 因為機車委託請車行賣車 但車行卻出借給另一名年輕人 一路危險駕駛 結果害車主造罰 向車行求證否認有出借給其他人 但車主料聲稱不滿 決定打行政訴訟官司 稱自己不是當時的歧視 但法官認定車主收到罰單後 沒有在時間內向監理證反映 因此判車主敗訴 機車行老闆到案的時候 他是說機車借給一個 不知名的年輕人使用 沒有辦法裁明那個當事人 那麼我們道路交流管理處罰條例 我們針對車主予以告發 截稿前聯繫車主依舊沒有回應 不過這起行政訴訟車主敗訴 還得叫一萬兩千元罰單 三立兄王子與紅松廠 台中報導